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石兄弟》 故事一开始是一位财主的百岁大寿 主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就决定把自己的家产捐出去 因为老人的大儿子大傻是个傻子 二儿子二狗适度成性 扩大的家产根本无人接手 与此同时三女儿和大傻也想尽办法想气死财主 从而得到所有家产 但一直都没有得手 寿宴结束的当天二狗回来了 他把棺材店的打折券送给了财主 财主一看那是当场被气死了过去 财主死后家产全部被大傻寄成了 二狗只分到了一间房 一头牛以及一块草地 记得二狗的媳妇明明要离家出走 二狗只好再三保证要痛改前非 明明才答应留了下来 两人打算杀了那头牛换点钱 谁知那头牛却突然开口说话 标起了外语 并且告诉夫妻二人 自己是吃了草地上的草才会说话的 随后夫妻两人才得知 家里分给他们的那块草地竟然是块宝地 这块地底下埋着佛祖的金身 只要将东西埋到地下 种出来的东西就能变大十倍 夫妻两试着将几块铜钱种下去 结果直接长出了一棵摇钱树 大傻和三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都赶了过来 三女儿将自己上半身埋进土里 果然起到了龙胸的作用 与此同时 二狗夫妻还在地里发现了一串佛珠 这串佛珠那是非常的神奇 只要将它握在手里 就可以让任何东西变大 说到另一边 小镇正在被一个大帅统治 大帅一直在寻找王母娘娘 遗落人间的那串佛珠 他见到了二狗家种出来的巨大番茄 就开始怀疑 这串有灵性的佛珠在二狗手上 大帅找上门来 在抢夺中 佛珠散成了十颗珠子 二狗夫妻俩为了不让大帅得到 就分别吞下了五颗珠子 之后大帅把二狗抓走 而冥冥则被活埋 第二天夫妻二人的肚子同时大了起来 二狗生了五个拥有超能力的小伙 但这五兄弟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大帅 于是就以为大帅才是自己的父亲 二狗见状那是直接起晕落过去 大帅假心假意的抚养了五兄弟 实则是想集齐十兄弟将他们炖成汤喝下 这样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另一边明明果然也是生下了另外五兄弟 他准备带着五人去找二狗 不过这几个歹子有点不服管教 差点把冥冥气哭 最后还是一位师太交给冥冥一套神技 这下让五兄弟服服帖帖 此时二狗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并且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生下的五兄弟 他看着五兄弟被大帅关进笼子里 就拼命地想把他们救出来 可惜大帅及时赶到阻止了二狗 这天大帅带着五兄弟去游街 因为坏事做得太多 所以百姓们都向大帅吐口水 大帅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就骗五兄弟说吐口水的意思就是表示尊敬 这时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杀手 还好有五兄弟的保护 大帅保住了一命 但同时老五受了伤 被路边的敏敏救下 随后五兄弟和另外五兄弟对上 最终敏敏带着五个孩子 带走老三和老四 准备去大帅手里把二狗换回来 在相处的几天里 敏敏开始教导老三和老四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两人也慢慢开始觉得 敏敏这个妈妈是真心对自己好 敏敏不忍心用老三老四做交换 就把他们放了回去 这时老三已经对大帅有所怀疑 可耿直的老四把这几天的情况全盘拖出 气得大帅大发雷霆 这时敏敏带着五个孩子成功溜进了监狱 准备拿出二狗的照片 让他们救二狗 无奈照片被傻儿子们给烧坏了 在后来的救人当中 五兄弟都被大帅关进了监狱 也就是这个巧合 十兄弟和监狱中的二狗相认了 最终大帅露出了最可怕的真面目 他将十兄弟和二狗夫妻两人 关进了一个巨大的锅里开始炖汤 最终靠着十个兄弟姐妹齐心协力 他们把这口巨大的锅给打破了 接下来就是十兄弟痛揍大帅的场面 虽然大帅练就了铁布衫 但也逃不过十个人的轮番攻击 本来已经将大帅打倒在地 可就在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 大帅拿起一把武器穿透了二狗的胸膛 孩子们看着即将死去的爸爸都不忍心 于是献出真身 变回了十颗珠子 明明将珠子给二狗吞下 二狗当即被救活了过来 在随后的日子里